好,這邊呢,錄影一下 我們這邊呢,做 把這兩個comp ctr-shift-c 就是pre-compose 起來,它就是 用這個指令,pre-compose 你一定要背起來,pre-compose 非常重要,那pre-compose 套上去以後,這邊呢,是 love,ok,打個love 好了,那 現在呢,我想要對它做一些keyfriend 讓它在方面上 讓它晃來晃去 跑來跑去,那怎麼做呢 我們這邊可以 替它設一個 key,我想看 應該怎麼讓它跑來跑去 比如說第一個按 p,給它一個position key order加shift加p 可以直接設position key 後面呢,我再設一個 position key ok 這邊有兩個key,數字都一模一樣 然後呢,我現在把這兩個key呢 框選起來 這樣子框 框選起來,執行window裡面的 一個叫wiggler wiggler,wiggle就是抖動嘛 我們套這個wiggler的一個指令 那我們替wiggler做什麼呢 那我們看,在wiggler這裡呢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個spatial path noise type,這邊呢,設jank 那再來呢 dimension呢,設 就是xy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就是 都不一樣嘛,對吧 然後frequency的話,每秒 大概會產生幾個乱數關鍵一個 目前設5好了 強度的話呢 因為這是320x240的一個影片 所以這邊的 亂數強度設到100好了 這邊呢,再做一件事套用 套用以後呢 你會看到它會這樣子 在畫面上跑來跑去 有沒有看到 雖然我也不知道在幹嘛 但是你看啊 我們在跳這個跳的時候啊 你可以讓它這樣跑 但是它這樣子其實 比較缺乏一個就是 從某一個位置跳到另外一個某一個位置的感覺 所以你可以 我這邊先改一下喔 每秒的 亂數關鍵一個降到兩個套用 然後呢,我這邊做一個動作是做hold 框選起來 toggle hold keyframe hold住的話呢,它會怎麼樣呢 它會跳來跳去 有沒有看到 它是位置跳來跳去的 所以這邊我們知道一件事 就是說如果要用 要做這個亂數的變化的話呢 你可以用wiggler這個指令 可以嗎 然後呢,你還可以 比如說給它這個 比如說像 我們試試看喔 它可不可以做這件事情啊 我們來試試看blur好了 blur 加一個gaussian blur好了 那gaussian blur 這邊的blur的數值 可能0到 快速鍵u 調一下 這邊再給它一個blur的keyframe 那可能前面的blur比較大吧 前面的blur稍微大一點 所以這邊是這樣 然後我現在呢,想要對這個東西呢 看它們能射wiggler 我們看喔 temporal跟spatial 所以這個沒有辦法 在這裡產生這個亂數 spatial keyframe temporal temporal dimension OK,這邊試試看 frequency 數值稍微拉一下 套用 所以這邊現在也有 亂數的關鍵音格 所以它的blur呢 目前可以這樣子 這感覺太無聊了 等一下 數值再大一點 frequency 是 好,這樣子 好,這樣就稍微好玩一點 可是我覺得 好像可以自己再收動一下 所以這邊應該就會有段動畫是這樣子 可以嗎 就是你需要一些亂數的變化的話 你可以用wiggler 那你要記得一件事情喔 它這裡有幾個選項喔 第一個 它在做這個key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第一個是spatial path 什麼spatial path 空間裡面的路徑嗎 對不對 所以剛剛它跳一跳去的時候 是去調它的position的話 就是spatial path temporal graph的話 是調它的數值變化 所以像剛剛這個gaussian blur 它沒有 它沒有坐標嘛 所以當然不是spatial path 它就變成是temporal graph 然後再來這個是 你要做這種亂數關鍵音格 希望它變動劇烈的話 就用jake 鋸齒的 如果是變動比較平順的 就用smooth 再來是每秒 要幾個關鍵音格 它強度有多大 還有就是如果你是設在 比如說syz 坐標的物件上的話 它可能就變成syz 然後再來就是x跟y 是不是要相等 還是 是xyz 是三個數字不等 可以嗎 大概是這樣子 像這種東西其實常用 你可能要自己要記一下 還蠻重要的 來,試一下吧 在旁邊